爸 阿姨好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郭瑞 阿姨 您好 容轩哥 来得比我早啊 张总之长 我看他们的事情 我们就没有必要掺和了 对 就让他们自己发展吧 我们不陪你们了 我们走 徐叔叔 我送您吧 我也来 我们努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 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孩子大了 有些事情由不得我们了 年轻的时候只懂爱 爱情短暂 我怕他们会后悔的 阿姨 您放心吧 我跟容轩哥哥 一定都会很幸福的 小曼 你这张嘴 你不宠她 就是甜 我这个女儿 恐怕是被我宠坏了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不宠她 宠谁啊 就怕宠来宠去 心却跟着别人跑了 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 会是这样的情形 我也没想到 这的确是你最好的选择 很聪明的选择 你们也是 我们都一样 我们不一样 是 是不一样 你跟以前不一样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这些都是我现在给不了你的 是 是不一样 有些事情 你会说真是一样的 自己的不一样 他人都不一样 帮你还是有的 他人都不一样 帮你去 但是你能担心 我跟你一样的 我一个人都不担心 你跟你一样 你这里有什么 你会说 我跟您闻你 你们这边 要是能和他的 因为我知道 真正放下一个人 不是封闭自己的内心 假装不在乎 而是再次面对他的时候 能够云淡风情 泰然自如 好 张总事长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联系 好的 行了 别送来送去了 回头找你算账 徐叔叔再见 拜拜 那我们先走了 阿姨再见 董事长再见 终于走了 看来我们之间配合 还挺默契啊 柔仙哥 这位 就是和你一起 上过杂志的女孩吧 你好 我叫周然 你好 我叫徐曼 我男朋友 郭瑞 你好 我是郭瑞 你好 我是周然 你冷漠 要不把空调调高一点 好 你看看 人家多甜蜜啊 今天 我已经向我爸 表明决心了 你满意了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容轩哥 既然他们都已经走了 那我们 也各自行动吧 拜拜 拜拜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你要想哭就哭吧 现在又没人 我让你哭 不是让你怕我肩膀不哭 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我给你洗就是了吧 你怎么洗 这衣服不能水洗 你怎么那么小气 在人家上去难过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计计计较 我给你送了个洗电洗就是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还有上次那件 不会来着的 我不能把握了 你干嘛 你洗我洗我洗 你洗你洗我洗你洗 我洗你洗我洗 洗你洗我洗 我当然记得了 不过好像比以前破了 当时 我和叶容轩经常来这类打球 那个时候 觉得容轩在球场上 真的是太帅了 当时 我一直觉得你俩没戏 没想到真的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年轻 不懂爱情 我在这里失去的 我一定要在这儿多拿回来 你这次回来 变化很大 变化很大 这可能 就是时间最残酷的地方吧 给我 和我来打一场 刘先生 董事长 董事长 坐吧 小谷啊 知道我找你来谈什么吗 这个是新设计的楼盘方案 你是个聪明人 你一定知道 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谈工作 你真正了解许曼吗 了解一个人不是这么简单的 有时候得花一生的时间 说得好 了解一个人 有时是需要一生的时间 但可悲的是 我们往往在途中 就丧失了对一个人了解的兴趣 这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可现实是 很多兴趣是培养不出来的 我知道董事长的意思 是要门当户对 才是婚姻幸福的基础 坐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我们顺从了门当户对 只有当两个家庭的家庭背景 能力 学识 地位相当了 才算得上幸福的婚姻的话 那爱情是什么呢 那些被写在书里面可歌可戏的爱情 就是不值得被肯定的吗 那些书中写的爱情 都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其实他们能写在书里 是因为他们幸福背后的不幸 幸福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而不幸各有各的不幸 两个门当户对的人走到一起 他们能够厮守一生 也不会被写在书里 更不会把它当成爱情来传颂 其实 大部分幸福的婚姻都是平淡的 对吧 董事长 您的意思我明白 你是不是现在心里还在怨恨我 我只是替徐曼感到难过 董事长您什么都可以给徐曼 但是您又没有想过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小谷 你很不简单 你爱徐曼吗 我爱他 我知道他也爱我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 不同情达理的父亲 我也知道我的女儿喜欢你 如果我接受你 你能答应我两个条件吗 第一 你和徐曼要做婚前财产公正 第二 你要入赘我们徐家 以后孩子也要姓徐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只有把她放在身边 我才能真正地看到 她生活的是否真正幸福 怎么 有难度 好 我大爱你 好 你先去工作吧 是 好 谢谢董事长 好 拜拜 订阅